一想不到吃甚麼就吃 其實我真的不忍心推介 在上水這裏隱藏了一間七十多年歷史的英式酒吧 隨便捉一個員工問 都說做了十多年 有熟客還會過來等開門吃 除了是因為有歷史和懷舊之外 還是因為抵食 不應該有壓力的 應該是一個很回到家的感覺 廚房是收得很累的 我們應該是附近景山低 不是很多的宵夜場之一 你要晚上啟動牌嗎 很明顯會 美美地 美美地 今集為你到來一間七十六年前的英式酒吧 靠著三代人做的港式西餐 韋立新界的故事 你好 我是Steward 我們這間餐廳已經做了七十六年 我們1947年開業 那時這區有兩個很大的軍營 在黃厚山和石崗那裏 有超過十萬英兵 他叫做Gordon 他打完醬之後就退休了 他選了火車站旁邊 一間很小的酒吧 客人跟我講回以前的雞排 他寫幾個字 Better O 他們又賣啤酒 賣鱈魚薯條 有Pork Pie 有咖喱等等 Better O這個名字 可能對大家有點陌生 但是提起色牙餐廳 或者會勾起不少北區人的回憶 曾經在粉嶺 大埔上水都有分店 我覺得進來好像歷史博物館的感覺 這張就是1952年香港standard 他們很高興介紹 畢竟在新界有炸魚誰都吃 這張就是我們餐廳 命名英國大戰時代的漫畫 If you know of a better o Go to it 在1962年的時候 英兵Gordon就打算回英國養老 Stuart的爺爺看到他登報紙賣餐廳 就跟太太頂手來做 改了個名字叫做色牙餐廳 開始賣那個年代很流行的豉油西餐 當時我們主要是做英國人生意的 但對普遍本地人來說是偏貴人 當時第一次是吃西餐 第一次走到酒吧 第一次覺得很高級 由爺爺時代每道菜都是散喊 到第二代就把原本高檔的門檻 慢慢地降低了 大概八九零年開始 流行套餐 值得吃 一個價錢什麼都有 當時我叔祖 爺爺都說 為何你會買套餐 每個人都變成套餐 你不變就很難去競爭 我一直都是秉承著一個宗旨 要值得吃的 這些東西要吃得要好吃 來到現在百多元左右就可以鋸刀扒 很多上水街坊都會回來幫頂 裡面還有熟口熟面的人 現在吃了薯骨 現在吃了薯骨 開餐了 趁先吃了薯骨 剛剛教我起 我覺得很多餐廳可能會有某些東西突出 但其他東西是削的 但它是整體地高的 哇 肥骨很高評價 其實這間餐廳我怎麼知道呢 小時候不知跟朋友去飲食 然後我不喝酒 他們叫了個扒給我腳 這間餐廳挺好吃 挺高質的 之前就是一星期一至兩次 但我發現外賣的次數會高 可能一星期有三至四次 這樣找到很多 這間餐廳不是吃了鬆肉棒 但我覺得已經很漂亮 你很難得已經吃到肉味 然後這個是用新鮮豬肉 這個豬肉挺好吃 這個湯挺欣賞 因為很多餐廳的餐廳 都是叫做送給你 其實這個湯很隨便 但這間餐廳是我印象最深刻 比較好喝 一份扒餐集結了他們三代型的心思 上一代為了跟上時代而轉賣套餐 新一代就在食材上著手 一改豉油西餐調味很重的印象 我們選擇是一個西式的做法 用好少少的食材 很簡單 加鹽和胡椒粉 就可以煎到油扒 吃回食物的原味 豬扒 用新鮮豬扒 炸出來的豬扒 是雪白和有汁的 由最初代一直流傳下來的 就是一碗平凡 但很多人都會輕視的羅宋湯 羅宋湯是真材實料的 很多雜腸切完之後 慢慢打到羅湯膽 最高棋汁 留幾個小時 又不可以太粒 又難又不好喝 還有口感 全部都差不多一樣 肉類就差不多做好了才加進去 即是它不會爛 通常都是牛腩肉之類的 羅宋湯天天都煲 煲完之後就隔天用 即是好喝一點 入味一點 這些是很古的 現在外面的好少這樣做 有些是這樣 切到碗下去 兜兩兜 就給湯下去 就沒有牛肉的味道出來 大佬就是廚房裡年資最久 40年來就見證著菜式被淘汰 形式都愈來愈簡化 車田子鴨空 現在就沒有賣 真的少了 因為轉了口味 焗飯前沒有用骨灑鋼盆上 以前那隻有很多飯糟 那隻牛肉很高級 高級過西冷用的那些 牛肉在一隻牛豬中 那隻牛肉不是很多 所以特別貴 即是它又要起筋 又要起筋 然後又要碰到原來不碰不到 因為現在外面都笑了 複雜了 現在講後類的外面前面 Stuway在澳洲回流回來幫忙的時候 就發現和很多老牌餐廳一樣 菜式和經營模式都跟不上時代的變化 他就將超過60款的菜式 刪減了一半 保留了傳統又受歡迎的焗田螺 也有復興一些他媽媽的拿手好菜 那時我媽媽做青口 法國人教她她家鄉的煮法 她放少許牛油在底下 把青口鋪上去 上面把番茄鋪上去 變成一個蓋子 焗熟 是最原質原味的做法 這隻是柳山人回來的 它很大隻 青色 煮出來用很嫩的肉 加一個醬 entendeu 加一個醬 醬汁 加一個湯 是不錯 古家薔 del去了 超級美麗 喜歡吃是好吃的 這是幾款特色的 建設やAsag 以前трamp Kol也會用新鮮多的 這自己變得很不同 但是變化多些 這個就圓合了年輕人的口味 好笑話說不好笑話說 他什麼都會說 什麼都會說 我會說 好像當自己的朋友也會這樣說 他們兩個特別的朋友 是因為Stuart小時候就在搞搞鎮 其實從小大家都在餐館裡長大 到待會兒 做酒吧小時候 到處製作 我在澳洲出生 我第一次回來香港是11歲 那時候爸爸回來做餐廳 我跟著他回來 就讀本地學校 到大學時期 他就去了澳洲讀翻譯和文學 畢業之後就在當地做過兩年記者 突然間又走了去英國讀藍帶課程 學做麵包和甜品 我個人初不定 所以隔幾年就要去那裡去那裡 什麼都想試做 那時候我爸爸就打算退休了 他就問我你是不是回來看 他這隻帽子在餐廳一流就是十年 暗地裡他都沒有讓自己停下來 那時候在外國住 你找一個水喉廳 是很貴的 那些東西沒有 唯一是自己做的 打單的燈泡 鍵 鍵 鍵鍵 鍵鍵 這個是長子人 他剛剛自己換了長子 然後自己幫人家做 很多都是納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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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 外國記者是去不到國內 那時候記者就會關口 等國內過來的人做訪問 如果他們找到一些有趣的新聞 他們就會馬上去不到借個電話 通知報館 通知完之後 他們就下班 然後開始喝飲料 有些是我爸爸 有些是我爺爺留下 以前那些舊餐牌 還有以前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那後面還有一盤徽章 那這盤徽章 就以前那些英兵 他們臨走之前 他們有一個習慣 就會留在這裏 屬給餐廳 那時候80年代的人 差點流行很多很多菜款 那時候我們焗田拿半家 28元 新鎖是保守一點點的 我們把九龍興的東西拿回來做 當時外國人最喜歡吃 星洲炒米和乾炒牛 像是阿彭先生 很有趣的 他們幾十年坐在同一個位置 喝同一杯紅酒 為什麼可以三十年都不搬舖 我想三年搬舖 有幾樣東西 客人的支持 我們跟業主合作很久 他們都很支持我們繼續做 這個位置我們做了很多年 很多客人 就算他們在外國回來 都會找回我們 他們會回來找回我老爸 突然說 Toni在這裡嗎 這個是我的媽媽 還有我和我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在澳洲 他是做建築師 我對餐廳沒什麼興趣 我回來對餐廳是有興趣的 我喜歡吃 又喜歡喝 英式酒吧 就比較home-fuel一點 我們這裡以前 大概四點五點鐘 附近有很多鬼佬 他們做公務員 他們就是真的喝酒聊天 那時候 音樂太大聲 會被人罵 小孩子我們很小 就走來走去 大叫 Please be quiet 英國的酒店 他們的關心 是怎樣趕客人離開 到晚上 那些客人 他們不願意離開 他們要找些人推他出門口 香港我們對喝酒 是沒有鬼佬那麼熱衷 所以我們要不停花好精神 去吸引客人 來光顧 疫情完之後 我感覺上經濟差了 那些人手頭上 花的錢是少了 我們就把酒 我們全部都要happy hour 便宜一點 優惠一點 不應該有壓力的 現在酒吧生意復甦之後 他就將餐廳 變成區內的宵夜場 去到凌晨1點半都有拍腳 酒吧這邊還有一個生蕉牌 我常常喝酒 見朋友 看球 因為做了很多年 很多朋友都會來這裡找他 晚上找他出水 聊聊天 唯一是沒有人問我們 你一問我們 我們不停地說 除了在外國逗留的時間之外 我差不多一生都在粉嶺那裡住 也看著時代變遷 90年代初到 那時候也要作出一個決定 那時候回來香港發展 因為留在澳洲 結果我們也決定全交回來香港 繼續做這間餐廳 這三代人曾經都去過澳洲發展 爺爺過去做生意 爸爸就跟著去 在那裡成家立室 但最後他們都不約而同感回來這裡 我一本爺爺和爸爸都喜歡香港的生活 他們喜歡那種熱鬧 那個人情味 最後都回來 那你自己呢 那也不知為何 但是就 到那一刻就想回來 但是是家來的 這是一種吸引力的 這個是謝太 他支持了我們很多年的客人 謝太蘋果出席率比我們還要高 20年後 他們開張第一天 我也有來的 那不止20年了 有30年了 好久了 真的很久了 謝太還要很準時 十一點半小時 我就來的 我每一個星期 是見謝太多一遍 我媽媽 都見不到謝太兩人 我就出去找她 現在去旅行就沒有發展 對 我喜歡這個氣氛 我感覺很舒服 關於甚麼 我們會有法談 我們要去玩嗎 我們會喜歡說的 我們在玩很多 Steve是英俊 他是 我只是 哈哈 很驕傲 我們的餐廳仍然存在 任何行業都好 尤其是我們不是很大企業 有三代經營 亦都並不常見 我爸爸經常說不可以抱柴手絕 遲到一路進步一路試 我們一家人受益的影響 很喜歡嘗試 這是小巴廣告 那天我走過看到他挺好的 因為我想吸引附近人 幾條路線上水、粉嶺和石崗 那些人都是我們客人 要提醒他們多點過來 要提醒嗎?我們還在 留下口水吧 八月中 八月中 到時我請你 你要搭小巴嗎? 你要搭小巴嗎? 你還要搭小巴河 你還要搭老人優惠 我忘記了田樓 你還要搭小巴嗎? 是啊,已經凍了 還要把醬汁倒進去 平時剛上來就把油倒進去 把醬汁倒進去 樹蓉都吸收了醬汁 味道很棒 我醬汁呢 嘩,是這些 一拌樹蓉吃就好吃 很肥 但很重,牛油香 吃東西不要說肥 MM終於有自己的月餅了 訂購的連結在下面的資訊欄 記得進去訂月餅 嘴巴 我來找我 我去找我 我先去找你 是的 我去找你 找發 你 我的 我先去找你 我先去找你